1.4 繼續會說如何解決一些quadractly equation 除了因式分解之外還有其他方法 舉個例子,例如像一條顏色 就這樣一塊東西的二次方 例如你見到一個未知數的二次方是一些數字 原來我們可以用一個Taking Square Root的方法 就是除了一個平方斤的做法 就像這個,例如這麼簡單 有一個81X二次等於16 就這樣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你見到一個未知數的二次方是你的數字 所以這個未知數就應該是把它開方 但是開方的話,其實是正可以是負的 因為負數的二次都是正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數開方 一個是正,一個是正開方,一個是負開方 然後把答案也計算出來 這些都是類似的例子 可以自己寫一下 像這一題一樣,下一步應該是把X加1 等於什麼呢?應該是把4開方 4開方應該是2 當然可以是負開方,所以可以是負2 所以X加1是2 X加1是負2 X就分別再計算兩個答案 你可以自己再計算一下 另一個方向就是一個比較慢能的方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因色分解的方法 其實是有很多限制的 可能因色分解不到 所以原來我們有另一些方法 是一定做到的 這個叫做Quadractive Formula 就像公式一樣的 這條公式怎麼來呢? 其實我會在上課再詳細證明給大家看 這個真的要記一下 其實你做得多快都記得了 原來一個AX2次加 BX加 C 等於0的色 原來這個X一定可以計算到 為什麼呢?就是負B 正負開方 B2次-4AC OR 2A 變成任何一些 二次的方程 只要我看得出的A、B和C 例如這條色的A是1 B是負7 C是正5 將A、B、C 等於3個數字 丟到這條公式 照樣丟 然後就把它化解 畫解完 你會看到 因為這條色分解不得 本身本身是不算的 根本可能會不漂亮 所見的答案 有開方根 X仍然有兩個答案 一個是7加開方29除2 另一個是7減開方29除2 後面也有些數 大家可以試一下 預習時可以試一下 操練一下這個公式 做多幾條開始你會上手 你會見到有些例子很特別 例如你會見到例子16 當我用這個公式時 你會發現有一個叫開方-7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出有什麼問題 開方-7根本上是沒有定義的 我們叫Undefined 為甚麼呢? 我們開始想想 甚麼是開方 開方9其實是3 為甚麼開方9是3 就是因為3的二次方就是9 但如果開方7真的有一個答案 我假設叫做Y 你想想 究竟什麼數的二次方會是-7 即是反過來 我們有沒有辦法找到Y的二次方是-7 這個Y是什麼呢? 照顧是沒有的 這個數應該不會出現的 所以這個開方-7根本是- 我們不是一個叫real number 不是一個實數 實數是什麼呢? 其實我遲些會再詳細說 例如你見到這些顏色 發覺最後是沒有答案的 沒有實根 沒有實根 之後我們會再詳細一點 這裡你繼續用公式 做這幾個版 用熟一點這個quadratic formula 再下這個顏色 就先要化選 化成AX2C加 BX加 C的方法 你可以觀察到ABC是甚麼 就代一個quadratic formula 就是X 這些也是 而下置項還是要搬回這位 類似 relatatri 17 例如說是有2個的 例如9個都是7個1個 計算後,裡面是零 即是說,正開方零和負開方零的答案是一樣的 像之前一樣,有時候的Quadracted Equation 會有一個Unknown 答案只有一個數值